9月2号,对于李一峰的粉丝而言,绝对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。 一则李一峰嫖娼疑似被抓的消息,瞬间在娱乐圈炸开了锅。 大家可能会问,为什么娱乐圈的负面新闻会接踵而来? 娱乐圈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做到宁静与祥和? 我们都知道,李一峰是一个积极正能量的优质偶像,而且英气逼人,无数女生为之倾倒。 粉丝们听说后,大多感到不可思议。 据悉,李一峰计划2号来到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出席一个盛大的活动。 许多粉丝闻讯也是慕名而来,为了一读偶像的真容。 现场早已人潮涌动,许多粉丝内心都充满了期待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 结果等了好久,李一峰始终没有出现,也没有什么人出来解释一下。 而粉丝们也特别宽容,虽然脸上写满了失望,但是没有一个人闹事。 看来,一人的素质高,粉丝的素质也差不到哪里去,毕竟,一人是粉丝的榜样。 同时,粉丝们心里也犯嘀咕,李一峰是不是出了什么事? 李一峰的路人员一直都保持得很不错,在人们心目中,他一直都是真实而不做作,踏实而不浮夸的形象。 这次,居然毫无征兆地放了粉丝鸽子,让许多人都大惑不解。 李一峰的助理团队也没有做出任何官方的解释。 随后,许多网友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,甚至有的网友唯恐天下不乱,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栽赃和陷害。 说李一峰可能是嫖娼被警察带走了,毕竟这种事在娱乐圈已有前车之鉴。 而粉丝们在听说自己的爱豆被泼了一身脏水后,都选择与自己的爱豆组成战略同盟。 可是,万一这事是真的呢?那无数忠实的粉丝的心可就伤透了。 为了宽慰粉丝受伤的心灵,也为了维持自己一直不错的路人员形象,李一峰索性开启了直播。 直播中,他一直与粉丝进行真诚而又耐心的互动。 他向粉丝和经销商们表达了由衷的歉意,并解释了自己没有来杭州,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他困在了北京。 配合疫情防控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 其实,仔细想想,李一峰也有做得欠妥的地方。 当得知自己来不了的时候,他应该马上通知主办方,但是他可能一时没想到这一点,让许多粉丝苦苦等待。 最终,尽兴而去,败信而归。 而一些有心之人添油加醋,恶意歪曲事实,一则则触目惊心的谣言充斥着网络。 不仅自己背了口黑锅,粉丝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。 希望李一峰能吃一欠长一智,及时总结经验教训。 在人们的印象中,李一峰一直是一个阳光率真的优质偶像,但是他曾经也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。 原来,李一峰曾经开着一辆临时牌照的兰博基尼,把路面上的一个桥墩撞坏了。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,但是他却选择了马上离开现场,并没有立即报警。 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,也让李一峰的形象大打折扣。 随后,李一峰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确实没有考虑周全,以至于触犯了法律法规。 他主动地承认了错误,受到了应有的惩罚,希望公众人物都以此为戒。 人非圣贤,熟能无过,知错就改,善莫大言。 李一峰这点做得不错,自此之后,李一峰变得更加成熟了,事业也蒸蒸日上。 说实话,许多人对待明星的要求都过于苛刻。 明星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,就会被一些有心之人无限放大。 于是,各种谣言层出不穷。 希望我们的明星在面对谣言的时候,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, 及时地保护自己,同时要谨言慎行,不给别人可乘之机。